那么谈到这个对有权有适者的道德约束 今天我就想再讲一个话题 就是中国古代实际上它有一个制度性的做法 这个它是一种软性的约束 它不像法律那么强大 但是在300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 它确实是行之有效的 它叫做释法制度 释就是一个言字边一个利益的意 这个字念释就是释法制度 它就是对于皇帝 也就是天子国君 在死后给你评一个嗜好 为你的一生做一个总结 如果是你一生行为端正 做事勤勉 就给你一个好的称号 就给你一个好评 如果你表现很差 昏溃无能 或者是品行恶劣 倒行逆施 就给你个差评 这个好评差评也都有等级的 像好评 从一颗星到五颗星都有 像文武成康 这些都是五星四星级的好字 周文王 魏武帝 周成王 像精伟天帝 为之文 就是说 你有精天伟地 有这么大的功劳 在你死后 就给你评一个盖棺定论 给你评个嗜好 这个嗜好就用文字 这个文字在释法中 是相当顶尖的一个字 像周文王 它实际叫姬昌 对吧 他姓姬明昌 但他死后呢 就视为文王 同时呢 词汇爱民 对老百姓很好啊 你体恤民情啊 也可以称之为文 所以呢 这个汉文帝 它实际叫刘衡 对不对 姓刘 名衡 他的嗜好也用文 叫做汉孝文帝 因为这个有文王 周文王姬昌的 那个道德标杆 所以后世有一些人呢 特别是和那个时代 还比较接近的 他就不敢直接用这个文字 你像汉朝 他就加个孝字 叫做汉孝文帝 因为汉朝 他也是以孝指天下 所以他的嗜好 就是孝文 汉武帝呢 嗜好是孝武 汉景帝的嗜好 是孝景 所以汉孝文帝 孝景帝 孝武帝 那有的时候 还加别的字 像赵国的那个 叫赵惠文王 他只要含一个文字 那么有些字呢 也是正面的 但是表扬程度 可能就没那么高了 比如就是三星的 两星的 当然差评也有等级 从一颗臭鸡蛋到五颗臭鸡蛋 不等 你像阳 立 幽 灵 这些字 就都是五颗臭鸡蛋 羊就是随羊帝 羊广 这个羊 这个羊字 是什么意思呢 在释法中是说 去离远众 为之羊 去离 你做事不遵守离法 离这个离法太远了 而且不听别人的意见 疏远大众 叫远众 所以 去离远众 为之羊 那么随羊帝 实际上是叫羊广 对吧 好 你现在凭了一个羊字 得了这么一个差评 你就等着被骂上一千年吧 还有周幽 幽 就是幽静的幽 周幽王他姓姬 名公生 叫姬公生 什么叫做幽呢 按照事法解释 叫做动计乱长 约幽 幽恶不通 约幽 实际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人荒唐悖乱 冥完不灵 而且还作死 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就给 你死了以后 给你评 给插评 这个字就叫幽 周幽王 他宠爱美女宝寺 风火戏诸侯 最后把整个西周王朝 都玩没了 所以最后死了以后 得了这么一个评价 叫幽 那么这些呢 叫嗜好 当然我们刚才讲的 主要是皇帝的嗜好 就是天子和皇帝的嗜好 其实大臣也有 诸侯也有 当然我们 今天没那么多时间了 主要就是讲天子和皇帝吧 除了这个嗜好之外 皇帝通常还有个庙号 什么叫庙号呢 就是你在太庙里面 得有个牌位 这个牌位上呢 要有个尊号 供后代子孙 祭祀平调之用 这个庙号 咱们看到历史上 称什么祖 什么宗 这个就都叫庙号 比方说曹操 曹操的庙号是太祖 就是他儿子 魏文帝曹丕 就是篡汉之后 逼退了汉宪帝退位 江山禅让给他们 然后呢 他就开始追认 他父亲曹操 他国号是魏 所以太庙里面呢 他曹操奠定 这个大魏的基业 所以庙号就叫太祖 士号呢 是武 所以曹操在这个宗庙里面的全称是魏太祖 武皇帝 这个是他的这个全称 唐太宗 太宗也是庙号 唐太宗李世民 太宗是庙号 士号就很长了 因为他确实也比较了不起 他的士号一共用了七个字 叫做文武大圣大广孝 最后是以那个孝顺的孝字结尾七个字 所以他在这个太庙里的全称是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这个就比较长了 像这个士法制度啊 在明清以前都还是比较严谨的 从明朝就不太严谨 明朝就降价大批发 这个谁死了都给上一大堆尊号 但是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面 它是比较严谨的 也是对当权者起到了很强的约束力的 就是说给帝王的一生 他身后做一个总结 用简短的一个字或几个字来总结 这个工作谁来做呢 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文官集团 这就是他们所掌握的 道德权威的一件戾气 皇帝的时候 皇帝你活着的时候 当然你管我了 是吧 你说了算 你死了以后 在历史上留下什么印象 对不起 那就是我说了算了 那么普通人死后 别人怎么说你 好像也不怎么在乎 好像也就是 有的人就死猪不怕开水烫 死了就死了吧 管你后人怎么说我呢 但是皇帝呢 他跟一般人就有点不一样 就是人到了那么高的位置以后 他就在乎一个历史地位的问题 他就比较在乎 他在历史上留下什么名声 后人怎么评价他 所以这个释法呢 就对他构成了一个约束 比如说像这个楚城王 楚国呢 他是姓雄 那楚城王 他晚年遇废太子 他想把太子废了 然后呢 被太子发现 就发动政变 就把他的宫殿包围了 逼他自杀 这个老王呢 还没死过 就逼他哨掉 然后呢 他就问 说那你死后 问太子 我死后 太子和大臣一商量说 给你个灵字吧 你死后就被称为楚灵王 灵 就是那个灵魂的灵 灵巧的灵 什么叫灵啊 乱而不损 为之灵 就是说你这辈子 做事荒唐 瞎作 但还好呢 没捅出什么大娄子 所以死后就给你平一个灵 灵这么字 那这个老王一听就不干了 说你这小子也太黑了 你逼我上吊 死后还给我一个差评 不行 我不死了 他就拒绝自杀 最后太子 他也下不了这个狠心 说我上去一刀子 把我老爸捅死了 他也干不了那个事 最后太子也回去 跟大臣一商量 大伙说算了吧 给你平个成字吧 是吧 这是个好字 就成功的成 安民立正为之成 那这个是说 你还是为国家做出了不少贡献的嘛 最后 他这个一听 这个楚城王一听 放心了 还好我死了 能够给我一个好评 上吊自杀 所以死了以后 他叫楚城王 有这么个典故 就是说这个 这个事法呀 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 从这么一个公案来看 当权者是非常在乎的 你看他死了 他最后没办法死 他还需要争一个好的名声 他才死 所以可见这个名声 对他是有很大的约束作用的 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呀 就是说 咱们就随便聊啊 我很想啊 就是我想建议把这套 事法制度搬到美国来 他对美国的政治精英阶层 也是一层约束啊 他不仅是约束 也是一种鼓励啊 大家发现没有 这种事法制度 他用一种很简便的方法 让后人知道 他前人这一生的成就 给你评个什么字 他就用一种很简便的方法 大家就知道了 你这个一生是 起到正面作用 还是起到了负面作用 或者有一个大体上 什么样的成就 这其实是一个文化当中的 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部分 这个和什么封建呢 这些没有关系 但我觉得他毕竟是一个 起到一个非常良性的 道德约束的作用 比方说 咱们给美国的那几代 开国元勋 上个庙号 上个嗜号 比如开国元勋 华盛顿 华盛顿率领大陆军 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 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 而且他功成不拘 战争一结束 就把军权交还给国会 可以说是功高至伟 德高却伟 是吧 所以他在太庙里面 他的庙号可以用太祖 士号用一个高字 因为他确实功高德也高 所以他的全称应该叫做 美利坚合众国太祖高总统 乔治华盛顿 你像这个第二任约翰亚克斯 也是国父之一 在内政外交上 因为当时美国刚刚建国嘛 欧洲都还是君主制国家 而且很多很敌视他这个民主思想 在内政外交上 他也是小心周旋 呵护了一个很稚嫩的共和国 他也算是有志有谋 尽心尽力啊 在庙号上呢 我觉得啊 咱们就瞎聊 我觉得他庙号上可谓之哲宗 用一个哲学的哲 因为亚当斯当政的时候 建立了华盛顿DC这个首都嘛 他也是开国立业 他可以士号 我觉得可以用个圆字 就是这个元朝这个圆 所以全称是美利坚合众国 哲宗原总统约翰亚当斯 第三任杰弗姓也很值得一说 他也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 国父之一 而且博文强继多才多能 既有学者的广播 又有科学家钻研的精神 他的历史地位呢 应该是高于亚当斯的 所以他在庙号里面 用太宗这个称号再合适不过 士号呢 用一个宪字 宪就是宪法的宪 因为按照中国的宪法来讲的话 博文多能为之宪 那他确实他很多才多能吧 所以用宪字可以 所以全称是美太宗宪总统 托马斯 杰弗逊 那再往后啊 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 那就是林肯总统了 因为实际上林肯是完成了 美国的二度统一 他算再造美国 所以他的妙号啊 要称祖 而不是称宗 因为祖比宗更高嘛 所以士祖这个妙号 就比较适合他 就是原士祖胡必烈 就是这个士祖这个妙号 士号呢 因为他有惊天伟地的功劳 又废除奴隶制 确实啊 他也是做到了词汇暗民 所以真的是当得起这个文这个字 所以对林肯总统 我觉得他完全当得起这个称号 就是美利坚合众国 士祖文总统 亚伯拉罕林肯 那您再往后说啊 这个像奥巴马 其实这八年呢 实在是乏善可陈 最大的攻击呢 就是金融危机的时候啊 美国社会还算平稳 没有什么太大的动荡 比起欧洲来讲啊 还好一些 了不起给个木字啊 叫木宗 肃木的木 现在到现在呢 就是川普了 川普如果 能够让美国再度伟大 真的他纠正过去的过失 做了很多很果断的事情 在事法中 刚毅果决 克定霍乱 这个叫做武 就是这个武力的武 就是你这个人性格刚毅果决 然后呢 是拨乱反正 平定的霍乱 那这个人就当得一个武字 可以叫武宗 我建议每次这个美剑美国总统 卸任的时候啊 国会就给他评个妙号 对他这四年八年做个总结 然后他去世的时候呢 再给他评个嗜好 然后在国会山旁边建一座奉先殿 供奉历代先总统的神主牌位 春秋两季 春天秋天各祭祀一次 也是对后代后人的一个历史的教育啊 这个活人不能进奉先殿 活人不能死 死人才能进奉先殿 美国是不讲这种妙好的 但是呢 美国人是给每个总统都建一个图书馆 对 也是给他留下个纪念 他本身给他留下个位置 留下个纪念 让后人知道他 我觉得这个是 其实是文化传承中一个很主要的部分 其实我不是真的还不是觉得 类似这种思想不能够应用于西方社会 为什么 因为人类的文化是共通的 其实现代文明的鼻祖是英国 英国是相当有保守主义的 他们是相当重视传统的 大家发现没有 英国搞了一个大宪章出来 当时那个约翰一世英国国王 是对这个贵族横拥暴敛 贵族造反 但是他们贵族把国王打败以后 他们不废除国王 他们是逼他签一个大宪章 把他的权力约束了 他并不废除国王 所以后来光荣革命的时候 他也并不废除国王 他只是把走向宪政 把国王的权力约束了 所以后来这个英国对殖民地 他纷纷独立的时候 他也不去征讨他 他也让他独立 但是他总之他就把这个传统 你看他一层一层 随着历史的积淀 他都叠加下来 名义上 在加拿大 像我们加入公民宣誓的时候 都要像这个 British Crown效忠的 要像英国王室效忠的 英国王室在这边的代理人 就是有一个礼仪性的职务 是总督 是吧 然后呢 但这个地方实际是 一个民主社会 然后是一个议会民主制 是一个责任内阁制 议会的多数党 组成政府 然后在政府首脑是总理 但实际上你发现没有 他虽然是不停地往前走 他传统一直延续下来 他从来没有否定传统的 所以我觉得像类似的思想 实际上也并不一定真的 就不能够放在西方社会 当然了 他毕竟是两条文静脉络 他不可能直接这么就拿过来用 咱们也就是闲聊一下 当然能做到这样就很好了 能做到这样的话 那美利坚也就是我滑下中原了 对不对 你也来一个教化 来一个大一统 好的 那时间的关系 今天可能先讲到这了 不过文昭先生说实话 听你讲这个历史的故事 非常有意思 那么从这里边 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些 我们到底对历史和文化 了解多少 那么我们现在脑子里 装的很多很多 我们认为自己有文化的文化 可能都不是真正的传统文化 不是这样吗 好 那我们在下周三的时候 来继续听文昭先生的专栏 来谈中国文化的复兴 谢谢文昭